婚姻小课堂 每周定时更新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云娘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福利视频 那就是二次元妹子欧派的画法 相信各位点进视频的小伙伴 都是真心想学习的吧 嘿嘿 之前的视频 我给大家介绍过了 人体比例绘画的万能公式 有小伙伴就问我 胸部不绘画怎么办呀 女妹作为一名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司机 今天就给大家一一解答 快拿起小本本记好了 首先 胸部是女性形体美的特征 一个女性的形体美 是由流畅 圆润 优美的曲线构成的 有很多小伙伴在画女性胸部的时候 就只画两个球体 像篮球一样 感觉十分的僵硬 甚至直接画两个U型和一个Y型来代替 完全没有立体感 在绘制之前 我们要知道 女性胸部主要由脂肪和纤维构成 非常的柔软 一旦受到外力的影响 也很容易发生形变 在那个被苹果砸中的男人的影响下 大多数妹子的胸部都略微会有下垂感 就像是两个装满水的气球 悬挂在木板上 上半部处于一个比较空的状态 而下半部则是装了水 比较饱满的一个状态 从上至下 是一个由小变大的过程 这样是不是就好理解了 在理解了胸部的基本形状之后 现在我们开始绘制 第一步 先画一个人体上半身躯干 确定整个胸腔的结构 用我们之前视频说过的方法 我们可以先从一个T形体开始 然后一步步细化成胸腔 这里我们画胸腔的时候 多加一条横着的中线 后面绘制胸部的时候会用上 画的时候需要注意 锁果部能是一条直线 得稍微有些角度 整体成一个V字形 同时脖子的两边会有斜方肌 于是锁果和斜方肌 会一起组合成一个菱形 这个菱形也是检测 我们画的胸腔是否对称的一个标准 然后我们以锁果的中心为起点 再连接胸腔中线上的两点 构成一个等边三角形 如果画的是男性的话 这两点就是车头灯的位置了 但如果我们画的是妹子 我们就以这两个点为圆心 分别画两个圆 注意这两个圆并不是正圆 在透视的情况下会变成椭圆 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圆看成胸部的横截面了 虽然听起来比较疼 不过大家可以理解为这两个圆就是欧派生长出来的地方 第二步 在画好胸腔之后 我们来确定胸部的大小 大致可以分为A B C D四个等级 之前我们说过胸部不是球形的 要当成水滴形去绘画 但也不是绝对的 线书里有些平如妹子 还是偏向于圆锥形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当以上两步全部完成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正式画胸部了 我们只需要把水滴形附着在这两个圆上就可以了 就像脖子上挂了两个水球 然后擦去多余的线条就完成了 首先是胸的上半部分 因为和皮肤过度平缓 所以不需要线条 我们把它擦掉 然后侧面的部分也会过度很平缓 所以也可以擦掉 擦掉后的线条末端 我们可以稍微转个弯 连向夜下的方向 这就大功告成了 至于某些不可描述的位置 为了让同学们能够接着看今后的课程 这里我就不具体描述了 不过大家可以根据男性车头灯的位置 自行推测哦 不过无论画多大的胸部 都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 胸越小就越不容易受到重力影响 胸越大下垂越严重 二 车头灯的大小与胸部大小无关 可以随意进行组合 三 不要强行画乳钩 自然的胸部会向外扩张 中间有一条分界线 胸越小分界线越明显 只有胸特别大的情况下 才会自然出现乳钩 当然 以上理论都是建立在 未穿着衣物的情况下啦 实际上一些常见的服装 如兔女郎 女服装 会把胸部往上脱举 并往中间挤压 除了能减少低心引力的影响 还能勾勒出优美的身体曲线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看完了 是不是要买瓶营养快线 补充下营养呢 如果觉得有帮助的话 记得一键三连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